欢迎来到戏剧圣经365 我是金庆慧神学院彭圣友牧师 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142篇到150篇 在142篇和143篇当中 诗人在孤独和绝望中求助于主 他在黑暗中找到了光明盼望 在他需要的时候 诗人想起了神在过去的大能作为 因为在过去保守看顾我们的神 在今天和未来的日子里也会如此 诗篇144篇让我们看见 我们在神里面的喜乐 是建立在他所做的和他是谁的基础上 尽管人很有限 我们很难完全理解上帝的属性 但是在145篇深刻地描绘了 神的荣耀和威严 对上帝的儿女来说 竭力看清上帝的本质 才能使我们对生活和侍奉 有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视角 诗篇146篇到150篇 被称为哈雷路亚诗篇 因为他们以希伯来文的哈雷路亚 开始和结束 哈雷路亚就是赞美主的意思 诗篇147篇中列举了全能上帝的一系列作为 表明他如何关心人类的需要 他是保护者 他也是创造者 因此诗人在148篇呼召 所有的受造物都来赞美上帝 神的名要被高举起来 他的荣耀要充满天地 我们当来顺服他 让他建立跟维持你我的生命 诗篇149篇则是描绘出 以色列人在胜利的荣耀中 欢呼 雀耀 喜乐 歌唱 他们的胜利代表着 神对他们仇敌的审判执行 神的子民的喜乐赞美 是他们战胜仇敌的属灵利器 没有比诗篇150篇更合适的结局了 他是旧约赞美诗歌当中的巅峰之作 他颂扬了上帝 在他的世界和他的子民当中的同在 朋友们 你是如何赞美神的呢 你是否为正确的理由赞美他呢 花时间默想他的大能事迹 因为通过这些事迹 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的大能性格 然后与所有受造物一起赞美神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 142篇到150篇 诗篇第142篇 大卫在洞里做的训会师 乃是祈祷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 发声恳求耶和华 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 沉说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 敌人为我暗设网我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 耶和华呀 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极背之地 求你救我脱离 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比我强盛 求你领我 处离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名 一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第143篇 大卫的诗 耶和华呀 求你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恳求 凭你的信实和公义 应允我 求你不要审问仆人 因为在你面前 凡活着的人 没有一个是义的 原来仇敌逼迫我 将我打倒在地 使我住在幽暗之处 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 所以我的灵 在我里面发昏 我的心 在我里面凄惨 我追想古时之日 思想你的一切作为 默念你手的工作 我向你举手 我的心可想你 如干旱之地 判语一样 耶和华呀 求你速速应允我 我心神耗尽 不要向我掩灭 免得我像那些下坑的人一样 求你使我清晨得听你慈爱之言 因我依靠你 求你使我知道当行的路 因我的心仰望你 耶和华呀 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 我往你那里藏身 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 因你是我的身 你的灵本为善 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 耶和华呀 求你为你的名将我救火 凭你的公义将我从患难中领出来 凭你的慈爱 剪出我的仇敌 灭绝一切苦待我的人 因我是你的仆人 第144篇 大魏的诗 耶和华 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征战 教导我的指头打仗 他是我慈爱的主 我的山寨 我的高台 我的旧主 我的盾牌 是我所投靠的 他使我的百姓浮在我以下 耶和华呀 人算什么 你竟认识他 世人算什么 你竟顾念他 人好像一口气 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 耶和华呀 求你使天下垂 亲自降临 摸山山就冒烟 求你发出闪电 使他们四散 射出你的剑 使他们扰乱 求你从上伸手救把我 救我出离大水 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 他们的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事 神啊 我要向你唱新歌 用实弦色向你歌颂 你是那拯救君王的 你是那救仆人大魏 脱离害命之刀的 求你救把我 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 他们的口说谎话 他们的右手起假事 我们的儿子从幼年 好像树栽子长大 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 是按建工的样式凿成的 我们的苍蝇满 能出各样的粮食 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 我们的牛驮着满舵 没有人闯进来强迫 也没有人出去征战 我们的街市上 也没有哭好的声音 遇见这光景的百姓 便为有福 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 这百姓 这百姓便为有福 第145篇 大魏的赞美诗 我的神 我的王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永永远远 称颂你的名 我要天天称颂你 也要永永远远 赞美你的名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其大无法策过 这代要对那代 送在你的作为 也要传扬你的大能 我要默念你 威严的尊荣 和你奇妙的作为 人要传说你 可谓之事的能力 我也要传扬你的大德 他们纪念你的大恩 就要传出来 并要歌唱你的公义 耶和华有恩惠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大有慈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 复辟他一切所造的 耶和华呀 你一切所造的 都要称贤你 你的圣民也要称奏你 传说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 你大能的作为 并你国度威严的荣耀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执掌的权柄 存到万代 凡跌倒的 耶和华将他们扶持 凡被压下的 将他们扶起 万民都据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你张手 使有生气的 都随愿保足 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 无不公义 在他一切所做的 都有慈爱 凡求告耶和华的 就是诚心求告他的 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 敬畏他的 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 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我的口要说出赞美 耶和华的话 唯愿凡有血气的 都永永远远 称颂他的圣名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的心啊 你要赞美耶和华 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 我还活的时候 要歌颂我的神 你们不要倚靠君王 不要倚靠世人 他一点不能帮助 他的气一顿就归回尘土 他所打算的 当日就消灭了 以雅各的神为帮助 仰望耶和华他神的 这人便为有福 耶和华造天 地 海 和其中的万物 他守诚实 直到永远 他为受区的深渊 刺食物与饥饿的 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 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 耶和华喜爱义人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 扶持孤儿和寡妇 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 耶和华要做王 直到永远 西安娜 你的神要做王 直到万代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以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为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侧躲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折天 为地降雨 石草生长在山上 他似时给走兽和提叫的小乌鸦 他不惜跃马的力大 不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 喜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雪如羊毛 洒霜如如灰 他指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力 这些就都消化 他使风刮起 水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指是雅各 将他的律例典章 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148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天上赞美耶和华 在高处赞美他 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 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 日头月亮 你们要赞美他 放光的星宿 你们都要赞美他 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 你们都要赞美他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民 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 他将这些立定 直到永永远远 他定了命 不能废去 所有在地上的 大鱼和一切伸扬 火与冰雹 血和雾气 成就他命的狂风 大山和小山 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薄树 野兽和一切牲畜 昆虫和飞鸟 世上的君王和万民 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 少年人和处女 老年人和孩童 都当赞美耶和华 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民 因为独有他的民被尊崇 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 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 因此 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 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 都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向耶和华唱新歌 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 愿以色列引造他的主欢喜 愿西安的民 因他们的王快乐 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 洗鼓弹琴歌颂他 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 他要用救恩 当作谦卑人的装饰 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 愿他们在床上欢呼 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手里有两刃的刀 为要报复列邦 刑罚万民 要用链子困他们的君王 用铁辽锁他们的大臣 要在他们身上 施行所记录的审判 他的圣民都有着荣耀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第150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神的圣所赞美他 在他显能力的穷仓赞美他 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 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 要用脚声赞美他 骨色弹琴赞美他 几鼓跳舞赞美他 用丝弦的乐器和销的声音赞美他 用大响的拔赞美他 用高声的拔赞美他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和华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凡有请不吝点赞美他 凡有请不吝点赞美他 凡有请不吝点赞美他